接著下來 我剛剛講了我最心疼她 她胃口很小 可是她就是瘦不下來 為什麼 什麼原因呢 因為她不吃 我身體講體質的關係 是不是NC呢 少了NC 台雯老師 是 你看她有NC的味道嗎 沒有 她有一點復古的味道 因為其實 今年非常流行復古 不管是20到90年代的復古 今年就是 大家都在大玩復古 我就幫亦凡用 比較復古的這種方式 因為亦凡她是屬於就是 肉刃 而且她很豐滿 對 最近有些女生肉肉 是只有肚子胖胖的 但是亦凡就是 該肉的地方都有肉 所以像這樣子的女生 我會建議就是 我們還是以短板的上衣 短板的外套 因為一般的復古外套 如果太長的話 可能亦凡穿起來 你可能就必須要擺脫身型了 那個可能就是比較接頭 所以我今天怕她做的是 這種復古的這種 好可愛 英國式的西裝格紋 她是假兩件 她是真兩件 她是真兩件 然後裡面我們穿上一件背心 然後這條腰帶 其實是為了要告訴大家 一帆有腰 腰在這裡 而且腰在這裡 這樣子你會看到 整個看起來就會很長 原來她的腰在那裡 她比例就會比較好 不然你以為那你是NC嗎 沒有 我想起 看起來比例就會變好 再來就是比較肉肉的女生 尤其是胸部比較豐滿的女生 提醒大家 就是盡量把你 脖子這一盤露出來 然後配上背心 你就不會覺得太男生 就不會覺得太男生 然後我幫她配的是一件 這個皮裙 是一個大的A線式的 這種仿皮的皮裙 然後中間有開叉 所以當她往前走的時候 跨步的時候 其實腳會 也太大步了吧 其實沒有 就是當跨步的時候 她的腿會露出來 所以是性感的 很美 腿是美的 大部分看到這種復古的東西 就會覺得比較男生 所以我用女性的元素 來幫她打造比較復古的這種look 說一般女生的話 我想對於肉肉的女生 你想要調整身材 這種東西一定是你的基本配備 兩件 然後短裙 就是短裙 而且一定要圓裙 因為圓裙才能長屁股 那個靴子也好好看 對 然後短 你可以這樣子 長靴 對 有 對 你可以這樣子 這樣就很瘦 對 這個就是 肉肉女生的基本配備 或者是 比較年輕的女生 其實今年非常流行 這種襯衫式的外套 襯衫式的外套 短版的 你可以配上 這種超寬的 高腰牛仔褲 記得一定要配 高腰的官版牛仔褲 好的 因為高腰配短版 你這樣子裡面只要加一件T恤 因為它這個穿到哪裡 你知道嗎 它這個穿到肚臍以上 快到胃的位置 所以你的腿就會變得很長 很長 對 就會變得很長 比例就會拉長 或者是這種短版的外套 像80年代如果 是短版 80 90 就非常流行這種 牛仔配牛仔 而且不同色 對 牛仔配牛仔 然後這裙子也是 要把它穿成高腰 你裡面如果可以的話 穿一件短短的T恤 寬的沒關係 然後把它剪掉 把它剪掉 8 90年代那種DISCO時期 就是把T恤剪掉 然後露出肥腰嗎 沒有 你裡面要加一件 小可愛 對 要緊的 但是就把它剪短短的 然後塞 裡面那件小可愛 塞到裙子裡 然後外面那件短短的 讓它鬆鬆 然後你這樣子穿 配上大耳環 就非常地復古 超重 對 或者是 今年真的很流行這種 如果你要穿比較長的 襯衫式外套 一定要記得 那裡面還要穿嗎 要 就是要讓它長到 找不到腳跟腰 我跟你講 要不就要穿它那樣的 弄出 斷斷的 腰帶的比例 要不然就全部 長到讓人家找不到你的 腿長到底在哪裡 找得到我這個人吧 找得到 可以 當然可以 你不要穿超過到頭皮就好了 對 你裡面 你裡面可以搭一件這種 像這種很長的牛仔裙 外面配上一件 這個的原則就是 我不讓你看到 我的腿有到底多長 我不要讓你看到 我的當在哪裡 尤其像鴨妹講這種 你看到當不得了了 當跟地板很接近 馬上要沒有情書了 對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穿上 今年非常流行這種 毛泥的這種襯衫式外套 英文風格的復古穿搭 隔文的背徑跟外套 在細上腰帶來凸顯腰身 隱約露出小腿跟脖子 整體比例拉長更有女人味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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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